国拼喜剧人沙头组合 笑料多到根本找不完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大头和方博连迈 京剧评出 打斗地主也是闲不住嘴 接球接着用手接了起来 真的是脑子没跟上全拿手上了 怪不得教练说大头什么分都想拿 接球没接到 小白球砸到肚子上 大头直接捂肚子碰� 和大舅哥双打球没过往 大头直接一个跺脚大动作 前面的摄像头都抖三抖 就连日本选手的接球摇屁了 大头也是学得像模像样 甚至自己和自己会吵起来 不得不说王楚清之所以能赢 大头的指导功不可没 和沙沙练球 大头的拿着拍子的手 急得直接在空中画圈 球没接到一脸身无可恋 直接趴在球桌上怀疑人生 和大舅哥双打球没过往 大头直接一个跺脚大动作 前面的摄像头都抖三抖 就连日本选手的接球摇屁了 大头也是学得像模像样 甚至自己和自己会吵起来 不得不说王楚清之所以能赢 大头的指导功不可没 和沙沙练球 大头的拿着拍子的手 急得直接在空中画圈 球没接到一脸身无可恋 直接趴在球桌上怀疑人生 接球急到直接跳起舞来 信报姑比赛赢球 扭头就把拍子给扔了 提着裤子伸着脖子撅着嘴 再加上充满智慧的双眼 谁来的不说一句 像是地主家的傻孩子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沙沙国拼喜剧人的身份 也是一点都瞒不住 接球没接到 尴尬的当场摆了个pose 直接蹲在地上 原地转圈 假装自己很忙 但又不知道忙什么 自信扣沙却发现球找不到 宁愿相信球桌把球给失了 都不愿意相信是自己没打到 上快有自己一半高的领奖台 沙沙扶着腿就是一猎起 幸好旁边的蛮鱼服了一把 网友 混双冠军的领奖台高点 裤子脱到一半不脱了 直愣愣的就朝着大胖走了过去 谈骨争那叫一个投入 这谁还能看出来 在谈骨争的是现役第一正手 把柠檬放在水瓶里放完之后 还要闻一闻再舔一舔 不得不说沙沙真的是太可爱了